大家好,这里是最好和批评书 在主流媒体天天耍流氓的这么一个时代 让我们每天都努力的传播谣 这是捍卫我们的信息自由权利的一个最好的手段 所以我们这一期给大家讲一些谣言 当然也有一些博弱谣言 第一个谣言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普京 据说他说了这么几段话 我看了一下网上好像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普京批评美国不是第一次了 今天的批评感觉挺给腻的 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和平地恳求年轻人 和被压迫者要保持冷静 但必须迈开坚定的一步 宣布我了解你们的计划 你们必须立即改变政策 你们的媒体必须讲真话 美国和欧洲如果不结束你们的计划 那么你们将要面对的 就不单单是上帝的愤怒 而是还有我的愤怒 上帝国家或者死亡 普京总统是知道这个深层政府的计划的 这个道理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也是一个老瓜子你要转弯转过来的问题 过去我们一说起普京说起俄罗斯 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 这个普京这个人是一个人类主流文明的反叛者 我们对他印象不好 觉得美国很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吧 所以我们对于普京的印象就是很骄傲的一个人 也很独裁的一个人对吧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我们有点变化了 我们觉得普京有可能不敢说死 有可能是抵抗深层政府的冲在最前线的 这么有勇士真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这帮生存政府 这帮流氓政客 这帮政治正确家伙 想搞一个地上天国的这么一个难途 乌托邦的美景 真的要把这个地球都弄脏 都要灭掉了 有很多个惊人的消息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早好多年前就说过这句话 他们有一个人口的消灭计划 又说的一弄一弄的 说要减少地球上有15%的人 那是谁减少哪些人呢 是不是还说他这个疫苗 有可能是这个计划之一 哎呦说的是一弄一弄的 反正这个疫苗吧 我是建议大家能不打就别打 现在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 都因为打疫苗死的人挺多的 哎呀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科学事件呢 还是一个比尔盖茨早就已经打算的 一个消灭人口的一个计划呢 真的很难说 哎呀我们小老百姓 这个你你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角度去去思考就好了 就说你平时注意卫生啊 注意健康锻炼身体啊 不要这个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完了以后呢吃好睡好 你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多药的 人体它是一个具有自愈的功能的 是吧就像你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如果破了口了 你平时不怎么弄它 它其实慢慢它就会好的 如果你给它更多的药物的话 反而对身体有影响 这个疫苗这个东西且不说它不稳定啊 疫苗这个东西最好是别的 所以我以前吧 哎呀小社会不懂事嘛 就逼着被老师啊什么的 主要是老师了 就打什么什么疫苗啊 所以我们那个年纪的人 啊这把年纪的人从这个胳膊肘上面打疫苗 打疫苗是不是 完了以后每一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都这个这个这个胳膊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伤口 恢复这个治愈以后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一个一个什么一个牛 是吧一个一个特别难看的这么一块这个乌巴 你想想这说明这个很有问题嘛 是不是 哎呀后来我念 这个感冒的每年流感的疫苗我都不打了 我注意点不行了吗 是不是打什么疫苗啊 尽量不要打 反正有很多个令人惊悚的传说啊 谣言啊 你为什么不听呢 就像当年在中国有人说这个吃牛奶会 小孩会变成大头娃娃 很多人说是谣言 然后不听 结果就让自己的孩子吃果然成大头娃娃了 你当时如果是相信苏老师的话 觉得这个谣言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谣言有的时候还能够保你的性命 能够保护你的孩子 你肯定当时选择不吃了嘛 那今天我们面对全世界这个格局 当你听说这个疫苗死了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干嘛你还要打呢 那你不傻吗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京的话 再次让我们提起传谣这个事情 功德无量 千万不要政治正确 千万不要学知识分子的臭毛病 什么都不是 我告诉你 普京还说了一段话 哎呀说这个什么 一切都让我特别的疲惫 什么什么 我想对世界的领导人说你们怎么了 你们想干嘛 你们正在准备着多么邪恶的计划 消灭世界人口的计划吗 你们以无故的生命为大家 你们这些世界的寡头 我了解你们想要消灭人口计划的邪恶的 这么一个想法和动议啊 但是今天历史将见证正义更强大 我们要求你们对此必须要悔改 这个普京这个人呢 他是有信仰的人 我说过他无数次了 他每每个星期 每个主日都要去教会去做敬拜的 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不像现在的美国那帮自由派 那帮民主党 那帮人这是无法无天 乱搞你看到没有 你看那个跟方方睡觉的那个垃圾人 他自己的一屁股屎 没擦干净 他还要一茬又一茬的 要起诉这个起诉那个 他这种人就是无法无天 那只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 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仰了 他已经变成一个畜生了你知道吗 哎呦不得了的事情啊 然后呢第二个这个谣言啊 我都说了你信爱信不信不信 谣言说据据据据这个什么 真的这个法律新闻说的啊 说什么呢 说说中约川普的这个美国海报突击队啊 突袭了西拉里克林顿 在纽约州的一个一个庄园啊 并以判过罪啊 破坏政府财产罪和协助协助 教唆敌人罪啊 已经被逮了啊 逮的时候啊 也挺那个什么的 西拉里被被抓这个消息 这个谣言不是今天才说的啊 说了好多次了 这有一句说一句啊 我们不要这个什么啊 我说了就是我上来跟大家说是谣言 谣言你信不信呢 反正我是信 为什么不信呢 信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坏处呢 你跟我说说看看 是不是就跟你不信 你能够把美国把川普请回来一次的 是不是你没必要嘛 为什么不信呢 你找一个乐子嘛 是不是给自己点安慰什么关系呢 我一直我是这个态度 可能是我学经济学的吧 我学经济学 我学学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的时候 我就知道 在一个丰富的健全的市场体系里面 你必须要允许两个东西存在 第一个允许谣言要存在 因为谣言它也是信息 你对这个信息 信息这个东西它是中性的 它不分真假 不分对错 只要是信息 只要是在市面上传播 它都叫信息 所以你不要上来就是判断真假 判断什么什么善恶 判断对错 但是你自负好吗 经济学就是你必须容许谣言存在 第二个就是必须容许错误存在 而且你要给人的市场的错误留空间 让人有失措的这种机会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些话就是救了我呗 所以我为什么 虽然是个假不假实的知识分子 但是我还 我为什么那么去鼓励大家去 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去传谣啊 很有很有用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啊 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它非常管用 但是也许最后发现 这真的没什么用也有可能 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哎呀所以这个相关的谣言挺多的啊 完了以后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 是包括比尔盖茨的一些话 还有说什么 还有个谣言说什么太空部队 新年卫星上的紧急广播系统 将在3月7号 启动接管所有媒体到3月14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说这个那谁 马斯克新年计划一直在做 这是个事实啊 而且马克思呢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这个人呢又是占川普的 这也是事实啊 前两天呢前天前天 说马斯克里有一颗这个火箭啊 在在在上升的时候 在发射的时候突然出事了 掉下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反正我这个我没有在主流媒体上 看的这个消息啊 我存疑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掉下来 也是也是有点问题的啊 说这个新年卫星上面呢 会发送七条总统信息 到地球上所有的手机上面 这方面我们可以界定的啊 你如果你的手机收到了以后 说明啊这个消息是真的 如果没收到说明这个消息是假的 那你你当游戏看一看吧 什么说是联盟星级联盟啊 通过太空部队上周发布的新年系统 对于在全球对于这个主流媒体 进行一个接管 3月15号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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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搞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这也都是一些一些个谣言啊 啊你如果觉得是真的是谣言的话 那你就你就忽略了 如果是对你有所帮助的 那你就听上去了 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他不是谣言啊啊啊 所以这也是我一一半是谣言 一半是啊事实的一个分析啊 就这两天民主党不再搞一个事吗 就是通过这个啊强化邮寄选票 这个东西本来是非法的 因为他们这个权力来的是非法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事实合法化嘛 然后民众就通过了hr1对吧 一个所谓的选举法的改革法案 民主党已经通过了啊 说这个接下来要送到参议院 完了以后现在全美的保守派 都都在抵制这个事情啊 接下来的参议院到底能不能过 还是个问题啊 但是有一个人的这个态度啊 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人啊 就是麦克彭斯 麦克彭斯特别发表了一个讲话 发表一篇文章好像是 那边写的强烈的谴责美国民主党 试图这个改变美国宪法 美国选举法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法案 是对美国宪法的公然的破坏啊 他表示很愤怒啊 而且而且要抵制 我看了以后就是 其实五位杂陈啊 什么呢? 因为彭斯这个人你想想嘛 他在今天的美国搞成这个局面 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啊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他1月6号他是有机会 至少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至少不管你成败如何 你至少去做 你至少你作为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副总统 作为一个川普的盟友 你至少在当时你可以提出你的质疑 你这个选举这么多这么多地方有问题 而且尤其是这个本次的HR1 这个法案里面有一条 就是取消每个州的议会 对选举的这种裁定权 这个东西就是上次1月6号干过的事情 就是当时1月6号的时候 就有7个州的这个议会 他跟政府提交的这个选举票的这个认证的 这个数据他不一样啊 议会呢他是有议会的一套 然后政府的又政府的一套 然后国会只认政府的不认议会的 把议会的所有的数据 就把它把它把它扔到哪些桶里面去了 把那些保守派的议员 那就赶到走廊里去了 这谁干的呀 这是彭斯干的呀是吧 但是你看美国几天呢 就算三四四天过去以后 果然民主党就要真正通过立法 要剥夺每个州的议会 对这个选举这个票数认证的一个权利 这不就是彭斯你当年你干的 当时你干的事情嘛 如果你当时你像现在一样 你能够干一把的话 你能够抵制一下的话 你至少可以拖一拖嘛是吧 没说你一定要赢嘛 你至少完全可以有理有据的 基于美国宪法 你有这个权你为什么不做呢 你那时候为什么装要装孙子呢 要当要当婊子呢 又要离牌坊呢 为什么你那时候离牌坊呢 为什么你这会儿 你又要开始又要开始搞 要搞这些事情呢是不是 所以所以我说是五为造成的 美国今天变成这样一个局面 彭斯绝对是头号的责任人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神奇 我这些日子大概 大概期就是从1月6号以后 我的视频的很少有打黄标的 但是有一个被打了黄标 就是我骂彭斯的那一期 结果被打黄标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 也要给我打了个黄标 无所谓了 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 彭斯这个人就是让我五为造成 让我感慨万千 让我有好的话想说 所以你会发现他一方面 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掉链子 他真是把美国推到火坑里面去了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又说一些 看上去挺靠谱的话 比如说当时老妖婆让他把川普赶走 取代川普总统做最后几天的总统 他坚决不干 因为他觉得川普没有任何问题 你发现他又坚守了某个东西 是吧 某一个制度框架 你说这会他就说的是 严厉的批评和抵制民主党的什么 HR1这么一个改革法案 你会发现他又在做一些 看似有益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人他在最关键的时刻 在大事上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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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叫做放弃自己的勇敢的美德呢 是不是不去战斗呢 为什么在这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 当然也很重要的 他又表现出他的一个常识的一面呢 所以我从彭斯这个人身上 我就想起 哎呀想起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当然是一个历史人物 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 一个德国一个德国人叫彭霍 彭霍费尔也姓彭 你是不是也姓彭 一个彭斯一个德国的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当时他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嘛 完了以后他从美国回到德国 他去干一件事情 要把希腾德给暗杀掉 最后是公败垂成嘛 最后在希腾德垮台前几天 然后希腾德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在希腾德自杀之前 他先把这个彭霍费尔给自杀了 他在二十多岁呢 哎呀他有一首歌叫 《所有的美善力量》 非常的大动人心 很好听 我听过一个长者 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钢琴家 一边弹琴一边唱的 听得我热泪盈眶 旋律也很好 歌词也很好 非常喜欢这首歌 这是彭霍费尔写的 我说什么呢 就是你看彭霍费尔这个人 他其实是有很高的学历 也是个博士 而且当时当地 他是在美国过着比较安静的生活 而且他也有很好的信仰 他完全可以在美国祷告祷告 然后完全可以在美国 对德国的希腾德邪恶政权 做一个道义上的批判 是不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事情 完了以后继续在美国享受他的优渥的 相对平静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一定要离开美国 然后要去到德国回去呢 然后就干一件事情呢 要把希腾德给杀掉呢 是不是 这就是勇敢的美德 勇敢的美德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彭斯和彭和费尔之间 它的区别在于什么 就在于一个是勇敢的基督徒 一个是怂认怂的基督徒 我说我觉得 认怂的人 他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 比如我讲秩序 我要讲国家的整体的利益 讲很多很多个东西 是不是 我要讲宽容 他给自己找一堆理由 我跟你说 今天的很多基督徒 都是彭斯这样的基督徒 我从来不说彭斯不是个基督徒 因为他说 他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赞美 你有什么理由 说他不是基督徒的 但是基督徒不是说 每个基督徒都是像 都是一个义人 基督徒他也是个罪人 是不是 所以他和彭佛尔之间 他到底缺什么 就是缺勇敢 缺勇敢的美国 缺殉道的精神 就这个东西你一丧失 你作为一个政治家 你的一身的罵名就形成了 所以我觉得彭斯这个人 我认为你要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评价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说这个人活得非常憋屈 非常怂 说好听点就是遗憾 你这个人真的是给美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是吧 你非常遗憾的人生 说的不好听就把你骂的狗血里头 就是一个犹大 你说是不是你看人家彭佛尔 死了就死了 人都要死了是不是 你勇敢一把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当时彭斯在1月6号 你勇敢一把 也许今天的美国就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 要传递军方的消息 传递Q的消息 传递弗林将军的消息 传递林伍德的消息 因为这些人他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勇敢 鲍威尔的消息 是不是 一个勇敢的人 他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你巨大的希望 你知道吗 做人千万不要想彭斯 因为他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勇敢 怯懦怂 怂包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你满口都是爱 但是你一点都不勇敢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自我唯一的坏蛋 知道吧 但是我不会说你不是基督徒 你就是彭斯的人物 知道吧 看上去很美 其实关键时候掉链子的祸子 所以我们应该要像彭霍费尔一样的 真的 要在关键时刻 要拿出你的勇气 要刚强壮胆 要勇敢的战斗 要冲到最前线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再次说一遍 我特别爱跟大家分享Q的消息了 弗林将军的消息了 军方的消息了 是不是美国的民兵的消息了 特别重要 勇敢才能改变美国 你认怂是没用的 像彭斯这样的人 他是没什么任何意义的 他一辈子就完了 那你知道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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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